说起琼瑶剧,估计很多8090后的小伙伴都不会忘了情深深与萌萌。 虽然这部剧的情节现在看来已经尴尬到窒息,但是这也是咱的青春点啊。 2001年播出时,这部剧在亚洲获得巨大成功,并在中国大陆成为年度收视冠军。 逼近红遍亚洲的环珠格格的收视率也是2001年韩国眼睛收视率最高的中文剧。 当时对这部剧里的演员也是十分的喜爱和追捧赵薇、林心如、苏友鹏、古剧姬这四大主演的现状,大家也是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他的演员的现状如何呢?一起来看一看吧。 李玉1976年12月20日,出生于省西省西安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93级表演戏参演的首部电视剧, 就是情深深与蒙蒙,因为饰演芳于走红之后出演过情意量重点过代黄飞等剧。 2009年3月14日,李玉因患民巴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她也是既相非刘丹之后,又一位突然向萧远远的穷姚剧女演员高兴饰演的豪门公子戈鲁尔豪演示深入人心。 之后几年,高兴一直在仕途转型,但都成效甚为。 2014年,高兴与胡歌、刘涛、王维的合作竹林古装传区巨狼牙榜, 在剧中饰演东宫太子萧景萱,演技炸裂,很多人都没认出来她。 就是当年的陆二豪,现在也是在走实力派男演员的路线。 高兴的妻子王亦南,曾在《情深之女》萌萌中饰演陆新萍。 以前看逐步电视剧里的时候,小伙伴们一直在争辩的点, 不仅在一萍和如萍, 尼选谁还在芳于和可云,尼选谁。 徐璐原名徐璐可云之后,她主演了吴同月和精粉世家, 颇受欢迎。如今,徐璐已经淡出演艺圈,专心照顾家庭和孩子。 她的老公江凯阳,是编剧间导演,两人也是音戏结缘。 乐嘉童因为这部剧走红,之后还出演了爱情宝典。 2005年月嘉童与加拿大集,华人富生朱瑞, 在香港注册结婚,有两个儿子,早早退出娱乐圈的乐嘉童。 虽然已经渐渐被观众淡忘,却是为数不多的豪门幸福女星之一。 寇振海,绝对是属于大气晚城的男演员, 46岁,因为情深之女蒙蒙里霸气的黑豹子, 鲁振华走红,之后就走上了老爷专业户的道路。 如今,寇振海与小21岁的妻子, 丽婷生活幸福,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 雪姨应该是很多人童年,朱乐正嬷嬷最讨人的反派角色了吧。 当年,王林也只有30岁,比女儿林心如只大了6岁, 演技还是很好的,之后她就走上了坏女人的道路。 演戏十几年,最让观众难忘的还是颇有心计, 马公游慎的雪姨。 徐姓是上海话剧中心的演员, 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很多人是从情深深与蒙蒙认识她的。 年轻时候的徐姓也是大美人偶。 2010年徐姓还获得了祖林话剧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曹丘根不仅成功地塑造了情深深与蒙蒙中的李副官, 他还在电视剧《海天作证》中将一个充满正义与犯罪分子斗志斗勇的海关威势表现得十分生动。 2011年10月18日凌晨, 曹丘根因一陷癌, 在上海大华医院病逝。 享年58岁, 黄达亮在《茉莉花开》半生远情深深与蒙蒙等影视剧中都成功地塑造角色。 其中在《请深深与蒙蒙》中饰演的秦武爷一脚深入人心。 生活中的黄达亮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与他塑造的很多凶神恶煞的反派。 角色大象静庭 2013年11月9日凌晨, 黄达亮因心脏病发不幸去世, 中年70岁。